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常数要怎么改变跟free energy 之间的关系 记得吗 把几个重点提示一下 好 所以 从这边 我们可以去看自由能 跟Q 反应常数之间的关系 还有它跟标准的free energy 之间的差值 好 这是第一个就是 the pressure dependence free energy the pressure dependence 然后第二个部分的重点 我们提到 你把这两个关系式联立起来 好 从这边 跟这个free energy 它原来的定义 是等于anthropy 减掉T delta S 联立起来之后 我们得到这个关系式 好 然后在衍生 在两个不同的温度的时候 我们得到这个关系式 那这个是 叫做Venthoff equation 好 从这个关系式 所以我们可以去把 这两个不同温度下一个化学反应 它平衡常数怎么改变的 从这个式子可以得出来 那另外一方面呢 当你知道一个化学反应 它的温度 还有它的K 平衡常数值的时候 它的重要热力学参数 包含了entropy change 以及entropy change 就可以得出来 然后我们那天还提到了第三个重点 Free energy 它的一个物理意义 它的物理意义是什么 有用的功 它可以free 去自由的去灵活运用去做功 做其他事情的能力 好 那我们那时候 我们那天也讨论了 当use for work 是等于零的时候 也就是 除了压容功之外 没有其他形式的功的时候 的情况 以及 当有其他的形式存在的时候 那么对 如果这是一个reversible 可逆的过程的时候 那么free energy 它就是 那个 useful的功的maximum 最大 可以获得的 那个功 好 所以这几个重点 它怎么来的 还有它的物理意义 以及你要怎么去运用它 好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重点 好 然后我们昨天还 不是昨天 前天还提到功 比如说举个例子 电功 电功的时候 电化学里面 他们要carry out的一些电功 那它的背后的这些热力学的 的那个性质 free energy 以及电功之间的关系 这两个之间什么关系 等于 等于 推导给大家看过 那那天我们预告了要讲 nurse equation 对不对 回去有人去查 nurse equation 没有 没有好奇心 好 那 我们那天导了free energy 等于电功 电功 那天我们帮大家复习 等于 -mf delta 1 对不对 等于它的电量乘上它的这个delta 1 它的电位差 或者你也可以用它的电流乘上时间 也是电量 对吧 乘上delta 1来表示 好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delta g 等于 - -mf delta 1 就是free energy 就是free energy 好 那所以从这边的话我们可以得到 好 好 那天我们下课的时候这边讲的很快 这个是 这个部分很重要 从 这个式子的推演 你现在可以知道 为什么以前你们在学delta 1 大于0的时候 这个反应才能够发生 是因为它背后的free energy的关系 它的热力学 热力学不是告诉我们说delta g要小于0 这个反应才能够自发嘛 所以delta 1大于0 actually它表示的是delta g 在这种情况下delta g才会小于0 所以它才是一个spontaneous的过程 那同时我们从这边推演过来的free energy 其实就是电工 你也可以看出来电工 在这个情况下 在delta 1大于0的情况下 电工是小于0的 小于0表示的是 什么 它是一个复工嘛 所以是这个系统 对外界做工 好 System The work is done by the system to the surrounding 好 那另外一种情况 反过来的时候 如果delta 1小于0 我们以前在学电化学氧化还原反应的时候 当氧化还原电位小于0的时候 这个反应不能自发 对吧 那不能自发 我们从这边看起来 你就知道了 它是因为delta 1大于0的关系 所以它是non spontaneous 那不能自发的情况下 通常我们需要给它external 外来的电源 比如说你接一个电池或电源 去push它发 去force它发生 像这种电解电池就是 电解的过程 就是一个非自发 那非自发的情况下 delta G大于0 同时它表示的是电工是大于0 电工大于0 表示的是系统得到工 对吧 系统得到工的意思 就是外界要对系统做工 好 就是一些外来的电源 好 这边都没问题哈 有问题的举手 没有哈 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一个哦 然后 free energy delta G 等于delta G0加RQ 都Q 那delta G 就是说等于N -NF delta E 对不对 所以我们把左右两边都带换 好不好 如果delta G等于这个的话 那delta G0 是不是就等NF delta E0 对不对 好 那所以你换一下哦 这边就变成是-NF delta E 好这边直接换过来 再来delta G0-NF delta E0 好 好 如果这样不太好看 我们把那个-NF把它消掉 就是左右各除以-NF 好 然后我们就得到这一个关系式 然后我们就得到这一个关系式 这一个就是有名的NF delta Eq 这个就是有名的NF delta Eq 涅斯特方程式 就是翻啊 NF delta Eq NF delta Eq 涅斯特方程式 方程式 这个方程式非常重要 这要在哪 我们来访问一下同学 有谁要自愿被访问的 来发表一下那个 你的看法 那 他可以用在 原来计量一些电话性 就是 狭话怀疑反应的电位差 然后可以判断他的自发性 去判断他的自发性 呃 可 算不 不算错 但是没有把这一个柿子的精髓 反应出来 对 他可以算电位差 但是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的电位差 跟反应伤处一定会有关系啊 不然Q就不会出现在那边啊 嗯 可是他10是什么 标准的 标准的 氧化电位常数 所以他是在标准状况下 嘿 那 左边呢 对 某一个时候 不见的是在标准状况下 或者是我们可以说是非标准状况下 所以 NERS的EQUATION 他这边 标示出来的是 在一个非标准状况下 的氧化还原电位 那这个是跟他 这个是标准状态 这之间的差值 他这之间的差值是差在这一项 好 就是Δ1 你把他移过来就变成Δ-10嘛 对不对 他跟标准状态 他偏离标准状态的值 有多少 就等于这个 那为什么我们要去Care 他跟标准状态偏离的值啊 对 O 你不要自己 唱 就是在现实彰部 一定都是标准状态 對 等等 就是在現實狀態中 大部分的情況下都是在非標準狀態 你標準狀態是在EATM在25度C 只有在這個溫度的時候才叫做標準狀態嘛 但是絕大部分的反應 很少都是剛剛好在25度C的 大部分都是偏離25度C的 要不然就是 譬如說在我們體內 那個很多的氧化還原反應 五時五刻都在發生 體內是37度C啊 大部分的氧化還原反應 往往都不是在標準狀態下進行的 所以你要去得到特定的一個氧化還原 它實際上在那個某一個特定的狀態下 發生的時候 它的氧化還原電位的話 你就要用這一個式子 然後去把它導出來 它的 把這個RT除以NFLNQ算出來 你才可以得到 實際上某一個氧化還原反應 它偏離了Δ10的程度有多少 好 還有另外除了溫度的狀態 可能不見得往往都是在標準狀態下進行之外 沒有看到LENQ在這個式子裡面 我們平常在標準狀態的時候溫 那個濃度是定在多少? 1M 1M 但是很多的反應在發生的時候 它的那個濃度會剛剛好都在1M嗎? 也不會 不會 所以 這個Q的這個項 它會導致 當某一個反應物或者是產物的濃度 它偏離了1M的時候 那這是大部分情況都會發生的 偏離的時候 它的實際上它的氧化還原電位會是多少 這是它的意義 不然的話你光看這個式子 你如果沒有去深刻去看它背後 它告訴你事情的話 那它就只是一個式子而已 但是你如果了解它這個式子 它可以提供的一些information的話 這個式子才會活起來 OK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next equation 其實是在第11章裡面會講到的 翻過來 看一下課本好了 來看課本的11章是electrochemistry這邊 我們先跳到講next equation這邊 來我們看到11-3這邊 cell potential就delta1 拜託不是energy cell potential and electrical work and free energy 這邊 它的公 公 公 W等於 負Q delta1 然後 你翻過來484頁這裡 好 這個就是我們 帶著大家看 推導出來的 maximum work 就是等於負Q1 Q1的maximum 那485頁這邊 這個推導 我們已經推導給大家看了 deltaG等於-nf delta1 或者是它這邊直接就是用ε 來表示它的delta1 只是符號的差別而已 好 然後 然後對它G0等於這個 所以 從這邊就可以推導出11-4這邊 dependence of the cell potential and concentration next equation next equation 487頁 next equation next equation 好 那怎麼去用 我們來看一下課本的例題 課本例題 第11-5看一下 Describe the cell based on the following half reactions 來看一下這兩個式子 你要怎麼去求出它的總反應式 這個還記得嗎 看 一個氧化還原反應 它是由一個氧化的半反應跟還原的半反應 要加起來的嘛 氧化還原其實涉及的就是電子的轉移 轉給誰 氧化是得到還是失去電子 氧化是失去電子 然後還原是得到電子 那你在平衡氧化還原反應的時候 電子的得到跟失去的數目必須要是一樣的 對吧 好 那所以如果說題目像這個給你了 兩個都是 vo2-2-H-1- qu 等於它的產物 然後它的電位是E-Verv 另外一個Zinc加上II-1- 得到兩個電子的脑氫 它的電位是-0.76 好 如果這兩個反應來比較的話 誰的氧化的傾向比較強 或者說失去 誰失去電子的傾向比較強 現在他給你的是 還原電位還是氧化電位 還原電位嘛 還原電位一個是1 然後一個是負0.76 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來PK誰會贏 誰會優先還原 上面的這個嘛 就是那個還原電位強的 他會優先還原 那另外這個的話就變成是要氧化 那所以他這個式子兩個合併起來的話 他的氧化還原電位應該要是多少 上面的這個是1伏 下面的這個是負0.76伏 對不對 所以上面的這個他會優先還原 還原電位強的優先還原 那另外一個就變成要氧化 所以一個氧化一個還原 還原電位跟氧化電位差在哪裡 本來是負號的 你把它反過來的嘛 反過來就是氧化 那氧化的時候 他的氧化電位變成是多少 就變成正的0.76 這個是還原然後變成氧化電位的時候 變成正0.76 所以這個氧化還原反應他的走 total的那個電位差應該多少 1.76嘛 所以他就變成1加上加上0.76 所以它是1.76伏 但是這個是在標準狀態下 標準狀態的時候是1.76 那實際上呢 實際上你看一下他的濃度 有任何一個是在剛好1m的嗎 沒有 這是在真實世界當中的話 往往是很少是剛剛好的比 濃度是1m的 往往都不是1m 所以那這時候你怎麼去算 他的氧化還原電位 帶Nurse的Equation進來 RT除以NF 然後輪Q 或者是呢 我們習慣一般習慣上會把這個式子再進一步簡化 進一步簡化變成如果是在25度C的時候 那R是理想系常數T如果帶298K 然後那個R換成Log的話 比較好算 其實差不多都是在那裡 那計算機 Δ1 你會看到有另外這個形式也常見 Δ1等於Δ10-0.591-NF RT除以NF Q 這個式子有沒有看過 以前 沒有 好 這個就是從那個式子衍生過來 在25度C的時候 用成一個方便計算的方法 那你就把那個Q值算出來 這個刻子上好像也帶進去 哦哦 3N就好了 好 那所以你把那個 每一個反應物的濃度跟那個產物的濃度 帶進去算Q值 算出來之後 變成這個Trim其實要修正0.13 0.13 也就是它原來是1.76 那還要再加上0.13 變成是1.89 這個在生物體系當中很重要哦 因為往往的生物體系它的濃度 它的氧化還原電位啊 它往往是在一個非標準狀態下進行的 通常在37度C 那你每一個species的濃度一定都不是1m 通常是在mm甚至mm的量級 好 所以它的那個氧化還原電位的修正 要透過NERS的Equation來修正 那很多的生物功能在進行的時候 它是靠氧化電位 氧化還原電位來操控 所以你某一個物種的濃度稍微改變的時候 氧化還原電位就會改變 一旦改變的話 它的生物功能就會跟著改變 這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為什麼你體內如果某一種物質 它的濃度變小的時候 可能會導致一些疾病的發生 因為它的功能被改變 所以它是有它的深遠的意義 這個NERS的Equation 好 我們再回到第10章來吧 那我們來勾輸一下課本 我們看課本上講到哪裡 好 自從從10之8開始談在化學反應當中 它所涉及到的Entropy Change 來同學課本 我們一起看一下437頁 開始談化學反應 它的傷的變化 然後再來4341頁 4041頁是Free Energy 化學反應跟自由冷的關係 就是用Delta G0等於Delta H0 原來它最原始的定義 然後你怎麼去求出一個反應 它的涉及到的這些重要的熱比學參數 442頁的這邊 好 然後444頁的立體 有沒有看到 你怎麼去算出來一個化學反應 它所涉及到的總Total的Free Energy Change 如果一個 它每一個物種的那個標準的Free Energy 都給你的時候 那就是後來的Product的總和 減掉原來的Reactant的總和 好 立體10-10跟10-11 都差不多的算法 再來 10-10 提到的是 Dependence of Free Energy On Pressure On Pressure 它是對一個 如果這個反應的體系 是在氣態下的話 那它對於那個 Preture Dependence 好 然後 10-11這邊 我們從剛剛推導的 看一下在哪裡 最右邊這裡 從這個 這個是涉及到一個Free Energy 它的Preture Dependence的情況 再來 課本的 十之十一這邊談到 平衡 Free Energy跟平衡之間的情況 那這邊我們也帶給大家看 平衡是 ΔG0 等於-RT 等K 那從這邊我們去比較 K跟Q的關係 它所導致的ΔG 是等於0 還是小於0 還是大於0 它會告訴你平衡的方向 應該要怎麼走 還是說等於G等於0的時候 就是剛剛好在平衡 這是10-11 再來 452頁提到了溫度的效應 The Temperature Dependence of K 隨著溫度的改變 我們怎麼去算出來 平衡常數的變化 定量的去算出來 而不再是像之前 只是定性的去說 它變大變小 我們現在可以實際上算出來 它變了多大 或是變多小 在不同的溫度的改變的時候 好 從這個Band hold equation來 然後再來10-12 是談到了自由能跟工之間的關係 那我們這個也推導給大家看過 然後從這邊我們知道 Free energy 其實它就是這個體系 它Free to do work的能力 自由做工的能力 好 這是10-12在談的部分 那麼10-13 我們之前有談過了 就是可逆跟不可逆的過程 還有一些要注意的事項 所以真實世界 真實世界裡面有可逆反應 有可逆的過程 我不是在說化學反應這種可逆 正反應 我是說一個做工 或者是一個expansion 或是壓縮的過程 有沒有可逆 reversible 都不是reversible 因為它即使回到原來的狀態 它的surrounding也不再是原來的狀態 所以只要改變了的話 它其實就所有的過程都是reversible all real processes are irreversible 也就是即使它回到原來的狀態 它在膨脹壓縮的過程當中 一定有一部分的能量是被浪費掉的 一定會有一部分是做白弓的部分 然後十字十四提到的adiabetic process 這個上次有跟大家提過一些嗎 adiabetic 沒有 絕熱的過程 我們之前提到的是等溫的過程對不對 等溫的過程 那絕熱也是一個重要的過程 絕熱的過程的話 有一個先絕條件是什麼 我們先回顧一下好了 等溫的過程它的先絕條件是什麼 Delta1等於0對不對 因為DeltaT等溫嘛DeltaT等於0 DeltaT等於0的話 它就確保了DeltaE內能的變換是等於0的 這是等溫 所以我們之前討論了等溫膨脹 等溫壓縮 那現在我們再來討論另外一個很重要的現象 叫做adiabetic process 它是絕熱過程 那它的先絕條件是什麼 Q等於0 因為它絕熱 所以它沒有這裡 它的能量沒有以熱的方式來流動的 所以它的Q是等於0的 那如果Q等於0的時候 告訴你什麼事情 從熱力學這邊 DeltaE是等於Q加W嗎 那對於一個adiabetic的話 這個也等於0 所以它告訴你你是DeltaE會等溫 好 好 那我們來把這邊有一些要注意的事項 來帶大家看一下 Adiabetic的定義就是它在這一個過程發生的時候 它沒有以熱的形式流動的能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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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把這個帶過來一下 那如果我們現在考慮它的每一步的變化都是很小步的時候 那這個就變成D對不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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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一個無限小步的這個覺得變化的時候 你把Delta 改成D 改成D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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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V 這邊 因為PV等於NRT嘛 好 所以P 你可以換成這個 因為你這邊抵V 所以你最好前面也是有含有V的表示方法 所以你把這個換成這個方式 所以變成是NCV N等於負 這個換成NRT V V 接下來要怎麼做 激分 激分 對 激分 好 好 好 但是你这边 这个也是常数 CV也是常数 谁要对底T计分 你这边还有一个T T要搬过去 T搬过去 你左右现在都有N N可以把它简化掉 N消掉 所以 这边是T分之1底T G分的话是不是就NNT 然后这边呢V分之1底V G分就变成NNV 对不对 所以你把 变化范围从T1到T2的话 这边是不是就变成这个 然后右边呢 从这边这个柿子你可以去推导出来 就是对于一个绝热的过程的时候 你两个不同的温度 在变化的时候 它会导致 那个 这个 这个系统 它的体积 如何改变 从V1到V2的改变 好 这个柿子很重要 为什么 为什么 T1跟T2 为什么要去讨论T1、T2变的时候 V1、V2的变化 V1、V2变表示 它在膨胀或压缩 对不对 也就是说它在做工 在做工 因为我们现在考虑的是压绒工嘛 那因为没有以热的形式 Q等于0啊 绝热 所以它所有的内能变化 内能变化涉及到的是温度的变化 那所以这边告诉你 当温度变化的时候 在一个绝热的过程下 它所涉及到的工的变化 以及它的体积怎么变化 因为体积变其实就是工 在做工 膨胀或压缩 这边再做一个变形 我们如果把它 这边本来是natural lock的形式 自然对数的形式 把它用反对数的形式表示的话 这是可以 这边变成它的次方了 然后这边呢 是这样 不过这样不太好看 你可以把它写成 是这样 OK 就是你把这个负的移过去的话 它就变成它的负1嘛 所以变成V1除V2 你把这个负的并进去的话 里面就变成V1除V2了 然后你把它变成这个 变成这个 去对数的话 它就变成次方 好 然后这边还可以怎么变 CV跟R之间有什么关系 没有没有它跟CP之间的差值 对 差一个R嘛 我们那时候不是说CP-CV等于R 好 好 这个 那我们还可以怎么做 把这个CP把它通通都除以CP好了 就是它的次方向 次方向 次方向 如果把它变成T2除以T1 的一次方的时候 那这边是不是也要 开 就是对它开CP 好 所以你这边再继续移上来 好 OK 我们现在introduce一个新的数值 如果CP-CV CP除以CV 叫做Gamma CP除以CV 的话 Gamma-1 这个式子 好 好 再继续到这边来 你把它变成相乘的好了 就变成T1V1 Gamma-1 等于T2V2 这个物理有上过 好 那我们也可以用PV之间的方式来表示 所以T2比T1 你也可以从这边带换 这样 变成是P2V2除以P1V1 对吧 好 影响器底方程式来的 那 因为这样带换的关系 你现在又可以从这边 再去挡出P跟V之间的关系式 好 从这边去看 得到P1V1 Gamma 等于P2V2 Gamma 等于P2V2 Gamma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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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好,所以我们现在导出的这两个式子 它就是适用来去描述 或者说你可以去推导出来 对一个gas,对一个气体 它在发生一个reversible的 的adiobatic,绝热的过程 这绝热的过程可以是绝热膨胀 或者是绝热压缩 这种绝热的过程 而且是reversible的时候 因为reversible因为它每一步都无限小 无限小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它视作是reversible的时候 它的温度跟体积之间的关系 或者是压力跟体质之间的关系 好,这个是绝热过程 那这个是在课本的十字十四这边 刚刚黑板上推导的就是在课本 课本的那个十字十四这一节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